手游酷丸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丸 在这里今天给大家的游戏呢 也是光阳光手现在看局呢 也是不是特别顺利啊 然后也是直接在那边投机了一个三文琴 今天稍微给大家说一下 关于符文的一个不同选择 就暂且叫做符文吧 其实在光阳光手当中呢 其实叫做那个潜能 潜能分成两种 一种是蓝的 一种是橙的 橙色的是特质潜能 它是每次你开这个潜能盒的时候 有机率会出的 那我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我个人的一个理解 我在前期的时候呢 其实很少去开这个盒 原因是因为我需要去 我有一个那个什么的需要 那个叫刷 那叫什么来着 就是刷那个神中一朗 就是买那个钻石抽的那个夺宝 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说其实我刷这个的东西很少 然后但是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吧 大家前期可以你可以弄这个 因为如果说你有一个好的这个角色 然后你没有他所对应的这个特质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事 就没有他对应的一个潜能 其实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 但是呢 话说回来 如果说你有特别好的潜能 就比如说你潜能拉满 然后甚至特色潜能都有 但是你没有那个 我们常说的这种好的球员 其实是一个更麻烦的事 目前来说呢 其实推荐大家玩的球员 而且通过钻石多宝是可以赶出来的 也不需要花太多的一个价钱 然后呢 没问题就是神中一朗 他其实不是一个适合大家前期去 怎么说 就是如果大家想前期就是你抽出来 然后直接用资源升级的话 其实神中一朗不太行 因为他个人的一个特征呢 是他没有办法去通过这个拿 大家的那个特计碎片去买这个特计卡 而是 就是而是去通过这个 钻石去买 所以说不要费劲 大家也是自己去看着办 这个东西就是 神中一朗 你可以在买别的角色之后 就是把它买了 然后去慢慢省你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刘传锋 刘传锋首先第一点 他的位置呢是一个小钱 小钱这个 他在打小钱这个位置上去注定 其实他本身的一个进攻能力比较强 而且 目前我也是玩了很多把 他个人的一个 得分的一个 能力也比较齐全 有中投 有上来 有过来 然后还有换手 等等等等 是一个比较秀的一个球员 但是刘传锋有个问题 他可能很多人玩刘传锋 是因为他在那个 原话当中是 很多人在喜欢的一个角色 是一个人气角色 但是其实在这里呢 刘传锋有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对于大家 技能 释放的一个要求非常高 因为他技能都是有二段的 就比如说 你一个 这个空中漫步 然后 如果是你再一下 他就会换手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比较有效的去 躲避掉对面的一个防守 所以说大家也是自己看着来 自己到底要 玩刘传锋 还是玩神中一郎 个人还是推荐前进行 整一个刘传锋过渡吧 因为刘传锋确实是 有一个自己的特点 就是他特训可以拿这个 特训卡碎片买 所以说比较好弄 然后那个谁的话 神中一郎的话 其实 主要是这个钻石 如果说你把钻石都浪费在他身上吧 你就没有潜能可以抽了 然后或者是你直接钻石夺宝去拿这个东西 但钻石夺宝拿这个东西吧 感觉吧 还有点亏 所以说神中一郎这个角色 是适合大家去作为一个后期角色玩的 而不是说前期你就疯狂去赶的 因为 其实我说句实话 你根本就干不动 他对于你的一个要求太高了 他根本就不像大家 比较常见这种角色说对你的要求 比较低 他对你的要求很高的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 玩的时候也不是特别习惯 这个还是看大家自己吧 就很多人 能习惯 有很多人也接受不了 这个就是看大家自己自身的一个想法了 反正目前来说 我用这个角色感觉 刘传锋也用过 我感觉还可以吧 神中一郎 因为目前我是c级 所以说我也是没有投入到正式的这个使用当中 所以目前神中一郎对于我来说 依然是一个位置数 也有可能是我个人神中一郎会玩的不太好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权都适合大家 大家需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球权 所以说比较麻烦 那现在也是比赛进行到这个尾上了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游戏呢 也是观众高手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收看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